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在20世界后半,大概196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个学问分率 当然它不是在60年代彭空的出现的 文化研究出现之前有一定的背景 比如说,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基于马克思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 另外在1940年代左右,在德国的Femstle School的Critical Theory 也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前辈 如果说文化研究这个字一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呢 这是1964年在Bandham University的一个研究的中心 那个研究中心就叫现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化研究这个字才给发明出来 在1964年,这个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的时候 第一阴的所长是Richard Hogan 但是他没有做很长时间 在五年左右之后 1969年,Steel Hall就成为第二阴的研究所所长 Hogan跟Hogan的研究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Hogan是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他关系呢,是积极文化的研究 比如说是流动阶级的日常生活 还有他们在生活里面的文化 Steel Hall的关系呢,是跟Hogan很不一样的 Hogan觉得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没有办法解释现代的文化现象 Hogan的研究关系呢,比如说有年轻的文化 世文化,还有媒体跟社会之间的关系之类 之后他更把字的研究的关系 破代到性别还有人种跟社会进制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可以说是在1969年 Steel Hall成为第二印的文化研究中心所讲的时候 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才这个时候才开始 接下来我说一说 Hogan一份比较重要的论文 可以说这个文章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很基本的理论框架 文章的名字叫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rrorism Discourse 是在1943年发表的 这个研究论文研究的是观众 就是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的那个反应 还有接受的情绪 他这一篇论文之所以特别呢 是因为在传统的这个communication model 这个沟通的模式里面呢 这个沟通是从发信息的人传到受信息的人 这个是单方向的一个沟通的形式来的 在这个旧的传统的model里面呢 受信息的人呢 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信息 没有办法去发明一个字的新的解释出来 所以在这个传统的model里面呢 受信息的人如果在看电视呢 就是看电视的人只是是原传动的 必动的 但是或这一篇论文就是Encoding和Decoding呢 就是说比如说电视的时候是一个Encoding 发放信息的一个情绪 但是在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呢 只是他自己会生出一个新的解释出来 所以在沟通的那个模式里面 看信息收信息的人 只是不是逼动的 他也是一个主动的存在 或者这个理论就是关心收信息的人 一个观众的研究 或因为只是不同的观众 他们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不同背景的人 就是看同一个电视直播 只是出来的理解的东西 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这个理解的不一样呢 不是因为他是错 这个因为文化是不可以说错还是对的 文化研究 就是或在这篇论文里面 想说的就是文化只是一个受互动的 一个情况 是一个这样放来的 你不可以说我电视发出一个信息 你理解不了 或者说你有其他解释 就是理错我是对 为什么每一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呢 或者说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知识的框架 第二个是生长的关系 第三就是技术的技术 技术框架呢 你可以理解成这是学历啊 你的出生啊 你的父母还有社会对你的教育 生长关系就是一个很马克思 对于身份的一个分率 比如说你是基本家还是卢动节一样 不同的这一集有他们所述的这个仪器形态 所以他们理解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技术的技术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媒体在社会里面的普及 比如说我播一个电视字幕出来 如果你在一个没有电视的社会里面来 其实你有机会是看不懂的 在这三个原因之下呢 文化的交流 还有媒体的信息的传递 这个三种解读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优先的 优先的解读就是那个电视播出来 那个信息发信的人自信里面想一个 那个原本的那个信息的解释 第二个就是对抢的一个解读 就是那个收信息的人 那个观众本身他自己想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是教设的解读 就是刚刚说的两个一个优先一个对抗 中间出现的一个冲得了 你可以理解 这个冲得就是一个文化的现象 文化研究所研究的 其实就是这个教室的解读 就是这个冲得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图里面 就是表现 或的communication model里面 其实沟通 不是单单从一个发放信息的人 送一个信息给收信息的人 只是两个两方 这个送信息还有收信息的人 只是一直在争斗 还有这个收信息的人有不同的 刚刚说的那三种的原因 在影响他为什么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文化的沟通 这个沟通的一个状态 是永远的不停在互动的 所以文化研究不是文化研究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研究这个 比如说如果是电视之类的文本 在生产跟消费的时候 那个社会出现的怎么的互动 生产节跟消费节理解不同的信息的内容的时候 发现什么的文化的状态 还有一个冲得 透过研究这个冲得可以理解不同 比如说 不同性别 不同教育背景 不同经济立场 不同的人 为什么他们会理解那个文化的信息 就会看到背后的社会 还有经济历史的冲得 所以研究文化就是研究生活的总和 也是研究经济跟社会的历史的场景 文化研究文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文化 或者说真正的文化是什么 你是在这个文化的那个互动里面 有谁参加了这个互动 还有怎么参加这个互动 为什么会讲参加的互动 看一个观众在历史的一个场景里面 是怎么跟其他的社会的团体 还有其他的人产生关系 在最后 如果说文化研究是什么 其实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问分率 其实文化研究从不同的地方 拿来理论去研究文化这个历史的场景 他在比如说社会学 媒体研究文学的批评之内 拿他们的理论来分析一个文化冲得的一个状态 所以文化研究只是十分跨学科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理论 所以说文化研究不是独立的 应该说他根本不可能独立 他是一个看文化状态 看历史的一个方法 所以文化研究可以跟不同的研究学合作 看其他学科原本看不出来的一些历史的状态 所以简单说文化研究是什么 我可以回答就是文化研究就是知识跟权益 还有生活跟权益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关系 从看文冲得里面 看出一个议席里面 不同主体 这是观众的自己的当时的状态